因为婆婆的这句话,钟丽提52岁高龄,还在玩命给张伦硕拼儿子。 早前在一档节目中,钟丽提曾问过婆婆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我真的不会有孩子,你会怎么样? 怎料婆婆文言当即拉长了脸,不顾其他嘉宾在场, 强硬且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我会觉得非常的遗憾。 紧接着老太太也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我不可能不想要个孩子,你没有孩子我会非常的遗憾, 我会心里不痛快。 简短而决绝地回答,打断了钟丽提欲言又止的设想。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老人家的思想有问题, 毕竟按照老一辈的思想,无孝有三,无后为大。 更何况张伦硕还是家中的独生字, 肩负为家族传宗接代的重任, 作为母亲,张妈妈想要一个孙子孙女, 一养天年,倒也在情理之中。 事实上,钟丽提也不是不想为张家生个大胖小子出来。 这些年来,她为了能给老公拼个玩, 付出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 即便三婚时,便已经四十五六岁了, 钟丽提却从未放弃过生四胎的念想, 为此她一直在努力调养身体积极避孕, 比如不吃肉,只喝苏打水, 只为体内酸碱平衡, 也会在上节目时特意和生育过四个孩子的嘉宾握手, 希望对方能将好运传递给自己。 除此之外,为了能顺利怀孕, 钟丽提还惦记上了金星那魔咒, 可以接好运的沙发。 所以录制金星秀时, 她穿着睡衣就开开心心地上场了。 在期间,整个人都是异常兴奋, 甚至还一度表示自己想要在沙发上过夜。 可想而知,钟丽提为了生子的疯狂,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 多年来,为了能让自己的身体, 时刻保持在好受孕的状态, 钟丽提几乎每天都在锻炼, 一顿操作下来, 她成功将自己的身体素质保养得比同龄人好太多了。 正因如此, 面对求孙子心切的婆婆, 她直接拍拍胸腹, 跟对方打包票, 你别担心我的年龄, 我今年是49岁, 但是我查了我的身体年龄是32岁, 别看钟丽提似乎对自己的身体很自信, 但她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彻底暴露了自己惶恐不安, 我特别健康, 我没有反应, 而且我一直都在做运动什么的, 显而长久的运动与好身体, 已经没办法再给钟丽提带来安全感了。 与张伦硕结婚六年中, 尽管她努力调养身体, 用各种方法接好运, 但肚子却没有一点动静, 如此状况, 自然给钟丽提带来了难以言喻的焦虑。 所以即便后来婆婆对孙子这件事, 终于松口给了她随意的答案, 但却丝毫没有打消钟丽提 为张家传宗接代的信念, 不得不说, 执念太深, 当真容易伤到自己, 以后别再说我老公是小白脸了好吗? 钟丽提出门购物四小时花光十六万, 手上六枚戒指价值百万, 日常坐价是九百万的劳斯莱斯, 难怪张伦硕会被炒小白脸。 此前在某节目中, 钟丽提曾意外暴露了自己千万豪宅, 该豪宅位于北京朝阳区的秦翠园小区, 他们一家人住在一含有车库的独栋别墅中, 与天后王妃是邻居, 走进那栋别墅, 映入眼帘的便是钟丽提家别具特色的大门。 古典大气像极了影视剧中《皇亲国咒》的府邸, 室内的装修更是显而易见的贵气, 但雅自然还有一幅一看就价值不菲的字画悬于厅堂。 至于豪宅标配的旋转楼梯, 钟丽提家自然也没少。 除此之外, 不仅她女儿拥有一间超大的玩具室, 钟丽提和张伦硕也专门流出一间私人健身房, 里面各式各样的器材应有尽有。 不得不说, 想在寸土寸金的北京盘下这栋大别墅, 钟丽提最起码需要花上大几千万才行。 而除了自家的住宅之外, 据说钟丽提在北京还有一栋写字楼, 光靠输租, 它都能收钱收到手软。 说完了房, 车自然也不能少。 钟丽提名下豪车架座无数,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那辆价值高达900万的劳斯莱斯幻影。 该车不仅价值不菲, 里头也大有玄机。 星空顶上的每一颗星星的亮度都可以调节, 可谓十分有趣。 当然, 在钟丽提这儿, 可以玩弄豪车还不算什么, 毕竟他出门随随便便就是六枚超百万的大钻件, 七十万的万表加深, 简直将毫无人性四个大字写在脸上。 更夸张的是, 此前据港媒报道, 钟丽提在购物时还曾创下四个小时花了十六万的记录, 这消费能力至今都令人扎舌, 而他之所以有如此大手笔花钱的底气, 除却本身具有超强吸金能力之外, 还和他的家世背景分不开关系。 据传钟丽提的父亲是一位标准的港商, 坐拥十几亿家产。 钟丽提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儿, 自小便受到父母百分百的宠爱, 过着小公主般的生活, 或许正是因为优渥的家庭条件加持, 才令他一进娱乐圈便所向披靡, 攒下了数以亿计的资产, 成为一名妥妥的亿万富婆吧。 这也难怪张伦朔娶到钟丽提后, 会被无数网友调侃式在吃晚饭, 可以少奋斗个十几年。 虚假的完美婚姻? 张静脱口而出的这句话, 撕开了钟丽提完美婚姻的假象吗? 第一反应是又吵架了, 怎么频率那么高呢? 这令张静惊慌不已的一幕, 发生在综艺《我最爱的女人们》现场。 当时节目上的另一对明星夫妇张伦朔和钟丽提, 不知因为什么事, 突然一言不合吵了起来, 两人争吵十分激烈, 期间还伴随着重物倒地的声音, 让人听着便心惊胆战。 后来张伦朔面红耳赤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时, 还暴躁地冲钟丽提狂喊, 神经病一样, 能录不能录啊, 不能录就算了。 如此状况可把一旁的张静吓得够呛, 这才发出了开头的感慨。 不过进门劝架之后, 他才终于反应过来, 原来所谓的吵架其实是虚惊异常。 钟丽提张伦朔夫妻之所以会吵架, 只是因为要配合蔡少芬, 给张静整一出生日party前的预热活动。 但如今再回头看看这一幕却能发现, 虽说这次他俩是假吵架, 可张静那句话里的也字, 不就代表着两人平常争执吵架的频率不低吗? 看到这儿不禁让人发问, 张伦朔和钟丽提当真向他们表现出来的那样恩爱吗? 答案或许是否定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通过夫妻俩的日常相处便可窥见一二了。 比如某次张伦朔要洗澡, 便招呼着让钟丽提遮掩一下摄像头, 后者随手就拿了一张纸遮掩了一下, 谁料张伦朔见状立马就怒了, 下一秒就对钟丽提披头盖脸一顿数落。 所幸钟丽提为人脾气好, 面对对方的指责时, 不仅全程没有一句怨言, 还任劳任怨像个小媳妇似的为老公安歇马后。 无独有偶, 当夫妻二人一起上街时, 因为不满丈夫敷衍且阴阳怪气的态度, 钟丽提一度情绪失控,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可面对妻子的悲伤, 张伦朔却只说, 你这样子我真的很累, 而他话还没说完呢, 钟丽提积压多日的情绪终于爆发, 忍不住朝对方咆哮, 我也很累, 你知道吗? 显而易见, 这对曾经令无数人羡慕不已的姐弟恋夫妻, 其实日常生活中也有许许多多的矛盾, 而就在近日, 钟丽提与张伦朔的一组机场照被曝出, 照片中的张伦朔, 一会儿帮钟丽提整理衣服领子, 一会儿又在抚摸钟丽提的肚子, 竟然还做出了疑似听胎心的动作, 而钟丽提也是笑得很开心, 丝毫没有遮掩。 回想月初的时候, 钟丽提在公众平台的视频中还曾配文, 有弟弟才能拍的视频, 然而钟丽提仅有三个女儿, 哪来的弟弟? 只能是肚子中的, 种种迹象都全部指向钟丽提是怀孕。 在机场图曝光以后, 钟丽提在视频平台开直播, 正好碰见婆婆上线, 于是便发起连线, 视频中的婆婆看起来比上节目时更加美丽。 听到这里, 钟丽提也非常开心, 后来两位又聊到了卡拉, 一聊到孩子, 这下彻底将婆婆的画匣子打开, 聊了好多小卡拉的事情, 可以看出婆婆对孩子还是非常喜爱的, 联想之前婆婆提到生孩子的态度, 与这次完全不同, 网友也纷纷猜测, 可能是因为钟丽提怀了四胎, 婆婆对钟丽提的态度大反转, 真爱终究比不上孩子。 就算在之前婆婆对钟丽提的态度也非常和善, 但是没有孩子, 对于婆婆来说一直都是一个坎儿。 言下之意就是, 虽然婆婆对钟丽提之前的孩子, 也当自家的孩子看待, 但是毕竟不是带着血缘关系, 还是有隔阂, 而钟丽提怀孕这些问题便迎刃而解, 实在是讽刺。 正一如此, 两人到底是真爱还是假幸福, 便一度成为了无数网友热议的话题, 但俗话说得好, 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 即便是同床共枕的夫妻, 平时怎么会没有一点小摩擦呢? 再者, 婚姻生活到底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外人是瞧不见其中的真真假假的, 幸福与府也只有两位当事人知晓。